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财阀公子哥不禁有钱,心底还特别善良 有人因为他而受伤,公子哥便将这人转到贵宾病房 同时一手包了医药和手术费 有人被剽窃化作,公子哥便亲自掏腰包帮忙办画展 几天前发生的美术馆杀人事件 利手分析认为凶手是画家的助教 被揭穿后,助教恼羞成怒将利手砸晕 怎样利手是练过的,分分钟就好端端地爬了起来 在利手的说服下,助教将自己杀人的内情缓缓倒来 本来这些年他给画家当牛做马 可画家每次都拿他的画作冒充是自己的 甚至故意让他丢掉了难得的留学机会 助教恕了动容,利手却毫不同情 认为助教杀人是在玷污做画家的梦想 组长强贤却对着利手痛批一通 在强贤看来,利手无组织,无纪律 浑身上下都是裁罚公子哥的臭毛病 他巴不得利手早点离开警察岗位 教训完利手,强贤去见助教 据助教说,案发当日自己仅仅只赐了画家一刀 而且并没有在现场豁洒颜料 强贤说起丝巾之事 调查发现助教曾购买一款女士丝巾 强贤怀疑助教买丝巾是为了伪装成女人 好设计杀人,助教去喊冤 表示丝巾是画家妻子让自己买的 自此强贤怀疑的焦点转移到画家妻子身上 经过推理,强贤认为 画家妻子一早便计划要杀夫 为的是得到丈夫的遗产 好和小白脸在一起 案发当日,妻子带上丝巾 伪装成此前和画家有恩怨的女人 没想到助教先捅了画家 当时画家还活着,妻子便趁机将丈夫杀死 好将嫌疑嫁祸到助教身上 只可惜强贤并没有证据 出于愧疚,利手将助教转移进入VIP病房 帮忙付清了全部的医药费 助教提供了一条线索 画家的腰上总是挂着私人保险箱的钥匙 但案发后,钥匙不一而非 利手将线索告诉强贤 他怀疑钥匙被画家妻子拿走 而且说不准,这枚钥匙是给妻子定罪的铁证 为了抓住凶手,强贤向画家妻子谎称助教已死 果然,妻子文言和小白脸来到银行 将保险箱钥匙递给一旁的工作人员 打算取出画家在银行保险箱里的小金库 其量工作人员居然是利手办的 利手将钥匙丢给强贤,检测证实 钥匙上粘到了妻子的鞋指纹 这是妻子杀人的罪证 凶手被抓,利手却并未闲着 而是帮忙重开画展 只是这一次,画展上全部画作的主人 不是遇害的抄袭画家 而是他们的原创作者 那位被画家剽窃画作的女学生 女生的母亲感谢利手所做的一切 还将利手称为刑警先生 利手很喜欢这个称呼 这段时间以来,他似乎越来越喜欢刑警的工作 忙了过后,利手请组里的老妖吃饭 借此打听强贤之事 据老妖说,强贤是个年轻有为的刑警 三年之内逮捕了34名重大嫌疑犯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被上级待见 主要原因在于强贤的父亲 父亲曾是重案组的传奇警察 可就在他即将退休之际 却因收受巨额贿赂 遭到逮捕和免职 父亲的事影响到上级对强贤的看法 因此即便他年纪轻轻就立功无数 还是免不了要承受许多的闲言碎语 最近,利手在强贤家对面住得很消暂 这天利手看到院子里的树叶似乎正在哭死 此时强贤父亲经过,帮利手给树叶喷了药 得知利手七岁之前住在这里,强贤父亲记起往事 多年前,利手母亲去世 她作为办案刑警,曾见过年幼的利手 但眼下强贤父亲并没有将此事告诉给利手 强贤母亲对新班来的邻居很有好感 还专门做了泡菜让强贤拿给利手 利手收下礼物,坐上强贤的车 得以洋洋说起自己帮原创作者办画展之事 强贤装作不知,罪伤却在偷笑 就在这时,有一宗案件发生了 死去的是位独居老人,没有外伤 勘验证实,老人是因年糕堵塞使馆而死 强贤让利手走访附近居民 利手还真老老实实去了 结果居民要么以为他是搞上门推销的 要么利手被院子里的狗吓了一跳 再要么还有一大群纹身操汉聚在一起种树 反正线索是没问出来半点 几圈下来却对附近居民的情况两如指掌 利手将自己的走访所得一一向强贤汇报 强贤却对他不理不睬 利手已经完全被大家忽视 整个下午同事们都忙着办公 利手却坐在游戏以上打瞌睡 直到晚上下班了都没人叫醒他 利手正要下班回家 已故老人的孙女却找来 据孙女说爷爷从不吃年糕 另外孙女检查发现 家中丢了样东西 是没国喜 利手赶紧将情报告诉强贤 强贤和同事们却都不信 毕竟国喜这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普通人家里 利手气不过 干脆和同事打赌 不管谁的判断对了 都要往对方的脸上打一拳 看着利手像个孩子一样说话 一边的强贤无语的直翻白眼 老人的孙女给了利手家中国喜的照片 为了赢得赌局 利手二话不说找专家做鉴定 专家判断 照片上的很可能确实是国喜 据说国喜共有好几十颗落入民间 而且照片上的国喜被涂得黑漆漆的 很像是肖赃之人做的伪装 另外调查发现 拥有国喜的遇害老人 生前曾是强盗钱科范 曾在某个会长家盗窃过 这下可以肯定了 国喜是真货 利手打赌赢了 于是幼稚的瞄准同事的下巴准备揍上去 结果被强贤叫停 法医发现除了老人的案件 最近还发生了另外两起 因吃年糕而窒息死亡的命案 且案件都以意外死亡结案 法医觉得不对劲 于是向强贤做演示 事实证明 从受害者口中提取的年糕残渣 上面并没有经过咀嚼导致的齿痕 这显然不合常理 强贤决定重启案件调查 如果这三起案件都不是意外死亡 那么只剩下连环杀人这一种解释 强贤立刻去见此前两宗案件的受害者家属 据家属说 亲人意外死亡后 家里丢失了价格昂贵的饰品或黄金 强贤开始朝谋财害命方向调查 他注意到几个受害者都曾参加同一个教会 但据教会之人说 三名受害者看上去都只是普通人 应该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家里藏了价值昂贵的东西 利手想到教会经理负责奉捐 肯定知道教徒中谁比较有钱 哪成想经理声称 教会的账本被偷了 强贤判断凶手是用偷来的账本 物色下手对象 法医有心发现 仔细勘察了解到 三名受害者身上的智力都藏有注射过的痕迹 受害者的胃力也验出了尼古丁成分 这说明死者是被人注射毒杀 监控显示 有两个男人最近出现在三位死者家门口 利手敏锐的注意到 三位死者的遗像都像是在家里拍的 调查发现负责给三位老人拍一照的 是两个从事免费公益的摄影师 强显判断这二人就是凶手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具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